香港馬拉蟲記錄保持的一條熱聲 你以為一群封信很厲害的時候 突然疫情打過來突然沉了 在沉的時間逛逛逛又會見到新機 從中學開始跑 到我做護士辭職去做全職的路程 其實我自己可以用奇妙去形容 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做全職之餘 也可以打破香港紀錄 甚至達到標去參加奧運 疫情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頗為艱辛的時段 下一步要戴口罩 但是夏天 還要封鎖運動場 上衝東京奧運達標的賽事 韓國和日本都隨著接收外來的參加者 但他們自己的圍內都有很多比賽 回來要隔離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每次隔離兩星期 出來後又要重新適應 但我們只剩下很短時間 去應付比賽 起初都會和大家一樣 很純粹 覺得被疫情打敗了 其實遇到任何阻力 尤其是一些不是自己控制範圍內 我通常會覺得是停下來 先想一想 當它的阻力離開時 我怎樣可以令自己的身體 或者自己的情緒和精神 可以準備得好 譬如我疫情期間 可能大家都不敢出門 我唯有用緊緣的空間 可能做基本的拉筋 體能 或者素質 令到運動場一開 或者疫情一旦離開時 我就可以跑步 馬拉松就乘42公里 即是它會上上落落 其實人要經過起起跌跌 你才會變得更加堅強 變得更加硬正 永遠的影響 我可以為你的天欣寬 你不是這樣 你只是在兒子 小小愛